長期執政的新黨國的狀態之下 我們隱隱約約又聞到了白色恐怖的問答 烏克蘭戰爭已經死亡了50萬的軍人 已經死亡了50萬的軍人 這是告訴我們什麼? 戰爭解決不了問題 不管你的理由有多麼的冠冕堂皇 所以我們希望把所有的戰爭的經費 你夠暫停下來 我們不要再去做兩岸的對抗 我們把這些所浪費的經費 跟所謂的奇怪的特別預算寫下來 我們的孩子從出生一直到讀完博士 教育經費全部都可以由國家來照顧 更是家庭主婦跟長照 對富裕的台灣而言 根本就不應該是像現在一樣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本想要做著講 可是今天真的太激動太開心 我一定要跟各位前輩 還有跟各位長輩 還有跟各位記者朋友們告訴大家 為什麼一個大學教授 生活非常的安樂 要來參加這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 首先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老師 我知道老師的重要 今天是教師節 我要在這裡先祝福天下的老師 教師節快樂 我的媽媽、阿姨、哥哥、妹妹都是老師 我自己本身從幼稚園到博士班 每一階段的學生我都教過 我深深的知道 教育是百年大忌 我們需要營造一個良善的大環境 我們需要去尊重老師 尊重校長 尊重所有的教育從業人員 我們的台灣才會有從根本改變的機會 我在這裡承諾 我如果選上 我會是我們全台灣所有師長的力挺的好夥伴 並且穩穩的在這裡永遠的支持他們 然後讓老師們能夠 心無旁駕的為我們教育我們的孩子 所以我還是要說一次 我會力挺師長們照顧孩子們 是我的一個初來選舉的初衷 非常的重要 未來老師們也是我們改變社會的堅強夥伴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我的專業 我畢業於曾經排行全世界第一名的 英國理智大學的國際企業學系 我在英國碩士博士總共待了八年 我對歐洲整個民主制度 還有社會福利制度非常的清楚 對我而言 歐洲的先進的制度對我來講 就像一種生活習慣般的自在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這是一個能夠引入我們台灣的社會 增進進步的一種力量 我在讀書的時候 剛好是兩岸台商大力的 往中國大陸投資的一個階段 因此我非常非常急切想要知道 台商的發展到底是取決於什麼樣的 關鍵的經濟因素 因此我就考了中國社科院的 工業經濟研究所 我考上了 我也畢業了 所以在那個階段裡面 我深入各個省份去瞭解我們 台胞台生 還有所有所有的台商的需求 所以對我而言 我非常的知道 怎麼樣讓我們台灣人民 在兩岸交流的過程裡面 去取得最大最大的福利跟發展 而且我更了解怎麼樣去維持兩岸的和平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接下來我必須要說 我出生於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家庭 外公被關了15年 父親沒有了生命 我從小是一個在擔心家庭長大的孩子 由關回來的外公把我養大 我為什麼今天在這個時機前一定要站出來 是因為我們政治受難者所有的遺囑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擔心 當初我們之所以受害 就是因為國共之間的衝突 我們都知道兩岸只要沒有和平 我們的孩子跟家庭一定會受到傷害 所以在我們發現現在這個時代 漸漸形成了一個長期執政的新黨國的狀態之下 我們隱隱約約又聞到了白色恐怖的味道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所有的遺族們 委託文中希望文中能夠站出來 我們政治受難者的前輩們的希望 過去跟威權體制抗爭 事實上是由我們的前輩完成 與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要再次的在這緊危急的時刻 告訴台灣人民 我們又站起來了 我們這股力量又站起來了 我們要為捍衛台灣人民 捍衛兩岸和平做出我們的努力 我們要連結更多的年輕人 讓台灣能夠從危急的狀態裡面去走出來 因此我要說的是 在中美的博弈下面 台灣已經變成了美國人的自衛黨 我們買了非常多沒有用的武器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浪費耗費了大量的國家的資源 在我過去曾經幫忙了 那個同富國中的原鄉小組計劃 我們去培養孩子們去學習族語跟文化 甚至教導主義改善原住民部落的 那個烹飾的習慣 然後我也曾經募款幫助 那個魚池國中建立所謂的 他們非常有名的紅傳計劃 他們孩子們所用的那些烘茶的設備 就是我們當初請台商來捐贈 所以大家要知道兩岸的交流跟發展 是多麼的重要 是多麼的重要 然後 前不久我也聽到我們一個南投縣的前輩 他說了一句話 文仲 南投過去這幾年 其實是一灘死水 沒有任何的改變 因此我下定決心 我要讓南投的青年 來跟我做一次徹底的翻轉 我們絕對不要讓南投再被 樁腳跟人情綁架了進步跟民主 所以接下來我要說的是 我言出必行的政見 第一個 子孫不上戰場 地雷不埋家鄉 阿富汗在2021年到2022年間 因為觸碰地雷死亡的人數 其中而同佔了八成 紐約時報稱 紐約時報8月13號2023年稱 沃克蘭戰爭已經死亡了50萬的軍人 已經死亡了50萬的軍人 這是告訴我們什麼 戰爭解決不了問題 不管你的理由有多麼的冠冕彈簧 所以我們希望把所有的戰爭的經費 能夠暫停下來 我們不要再去做兩岸的對抗 我是一個學經濟的人 不敢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 但是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們只要不要亂買這些武器 我們提高我們職業軍人的所得 好好的加強訓練非常的足夠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把這些所浪費的經費 跟所謂的奇怪的特別預算寫下來 我們的孩子從出生一直到讀完博士 教育經費全部都可以由國家來照顧 甚至家庭主婦跟長照 對富裕的台灣而言 根本就不應該是像現在一樣 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非常負責任的這樣 所以當我能夠成為立委 我不會再讓任何人去浪費國家的一毛錢 OK 所以子孫不上戰場 地雷不埋家鄉 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南投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常常看到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他說 喔 我去中國大陸簽了一個8億的合約 我10億的合約 但現在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有這麼多的茶可以賣嗎 各位 我們南投縣過古倉龍 有非常多的藝術家 蠻非常好的產品 但是我們雖然精緻 但是我們沒有大的數量 每家每戶都有獨特的產品 所以遊客來的時候非常的開心 但是現在門可裸卻 為什麼 就是因為兩岸的兵兇戰危 就是因為執政黨在兩岸交流政策上出現了問題 所以受害最嚴重的就是我們的南投縣 它是一個相對剝奪感最高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去改善這個現狀 因此我在中國大陸 學習跟交流了也非常的多年 我一直念字再次的是我們台灣同胞在大陸的發展 因此我必須要說的是 我們接觸了京東阿里巴巴等等 還有抖音小王書等重要的自媒體 還有電商平台 我們未來會讓我們的南投縣的小企業主 青龍都能夠學會怎麼樣在電商裡面賣東西 怎麼樣經過自媒體去推銷自己的產品 在他們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下面 讓他們學會自己怎麼樣去求生存 如果今年幸運 藍白順利合作 我們有一個更開放的政府 未來我一定會帶著我們南投縣的民宿業者 到大陸一個省一個省去找我們的客人 固定的把自由行跟long stay 長期居住的客人帶進來 這就會讓我們南投維持在一個非常不擁擠 但是又非常自在的觀光空間 所以這是我必須要講 因此打中我們立足台灣之心 我們知道南投是台灣的中心點 而且我們要講的是台灣之心是屬於全台灣人民的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政黨 所以我們立足在台灣之心打造電商之城 我們讓這個唯一不靠海的線能夠走到全世界 也可以證明台灣未來也是一個自由貿易的電商之城 所有所有的有活力的中小企業都不需要大量的訂單 卻能夠因為自己的精品能夠行銷全世界 我是一個國際企業學者 我說話我負責 接下來有一個非常令我憂心的事情 台灣唯一台灣台灣地區唯一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 一個經濟比較自由的貿易協定跟合作 叫做Fa 但它即將終止 也是在於我們今天現在執政黨相對的錯誤的政策下面 不友善的態度 我們賺著別 我們賺著與中國大陸合作的錢 日積越來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對中國大陸同胞的態度也越來越差 所以我要說的是即使Fa終止 我也希望兩岸人貿易協定能夠有一個直通道 未來就是南投開始先試點 那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要講 台中市的外籍教室200人南投25個人 每次我在大學征事的時候 只要是我們南投孩子完蛋了 英文口試那一關都掛掉 這是不對的 因此我有國外教書的經驗 我也跟國外的大學有非常多的連結 未來我將引進許多國外的大學留學生 來這邊做交換跟義務的英文教師 甚至安排我們每個學校根據他的特色 到各個不同的國家去做交換生 我要成立一個國際教育交流中心 我非常的負責任告訴大家 我可以做得到 最後我想說的是 我將成立一個成長團體 叫做台灣之星青年團 這是無關正式 由我28歲的總幹事丹恩團長 在這個成長團體裡面會帶領南投縣的青年 參訪企業實作社區發展 然後參與所謂的公共事務 我們會義務的教導這些孩子做兩岸交流跟國際聯繫 未來台灣之星青年團將成為翻轉台灣 翻轉南投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最後我想要說台灣需要言論自由 我並不能說言論自由只有代表中間電視台或是NCC 但是我必須要說 把中間電視台還給言論自由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代表我只支持中間電視台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必須要把言論自由還給中間電視台 接下來最後我要講的是 在東東的立場裡面我們希望藍白能夠整合 然後能夠讓民進黨能夠休息跟重整 民進黨有他的貢獻 但是執政太久了 我們希望能夠有新的力量出來 但是在執政的過程裡面 也許民眾黨現在目前還沒有足夠的人才資源 所以我個人認為必須要來白河 盡快的建立起一個政黨委屈的常態 然後要兩岸進入一個和平的交流的時代 最後最後我真的要講一次 這一次的選舉我絕對不會攻擊任何的候選人 我只會針對我們現在政治上的一些 還有政策上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去做一個政見的發表 所以我絕對不會因為你是民進黨國民黨 或者是跟我的敵對我就去辱罵 你都不會 所有任何有關於個人私得的事都不在我的範圍裡面 然後也希望各位能夠支持我們 謝謝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一身菌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小明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